好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羽毛球的战术 羽毛球的战术在羽毛球比赛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除了有扎实的基本功 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外 良好的技术战术的运用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 战术就因为它有多种组合 千变万化 所以羽毛球的比赛才会变得非常的精彩 引人入胜 好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一种战术 拉开突击 拉开突击 也就顾名思义 就是拉开对方的位置以后寻找机会 下压突击 来寻求得分的手段 好 下面请看示范 拉开突击是只用高球 吊球来拉开对手 当对手不能及时回到场地中间或失去重心时 抓对手的弱点和空当进行有效的突击 调往前 打直线高远球 再用斜线平高球拉开对方 最后杀小斜线得分 第二种就是下压抢碗 也就是说通过对方发高球以后 马上争取下压 下压的目的不是马上争取得分 而是通过下压以后争取往前的主动 来争取下一派的主动进攻 下压抢碗是以杀掉进攻为主 迫使对方在被动的情况下把球回到往前 然后快速上往 用搓 推 勾 扑等技术手段 迎取主动 杀球 上往搓短球 下压抢碗 杀球后上往勾对角 压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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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通过压对方的两底线造成对方往前出现漏洞来控制往前采取主动 压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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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接发球回对方正手底线高远球 再用平高球连续压对方反手底线 最后杀直线得分 压反手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战术 也就是说压对方的头顶区 可以通过调动对方的位置 比如说先调动对方上腕 暴露对方的后场的空单以后 通过抓对方的头顶区 迫使对方出反手 这样子通过对方回球不到位 争取下一派的主动进攻 发往前平球 挑球到对方反手后场 杀对方正手未得分 发球抢攻 这也是一种很常用的战术 当自己在打比赛过程当中遇到不顺了 或者说对方的分数一直往上走 这时候用发球抢攻来打乱对方的战术和步骤 发球抢攻可以通过发往前 发追身球或者发平球 来不同的角度来促使对方 造成对方出球质量不高 而破坏对方的这个节奏 发球抢攻 是指以发球创造进攻的机会 通常是以发往前球和平球相结合 创造第三拍的主动进攻机会 在训练的过程中 要注意发球的质量 特别要注意判断对方的来球 争取第三拍的主动 这样才能有最佳的效果 发往前平球 杀对方正手空当得分 发平球 杀对方反手空当得分 发平球 用滑板调对方往前得分 杀中路也是一种战术 也就是说通过拉开对方的四个点 趁对方反备不足的情况下 攻他的中路 也就是说追身球 杀中路 先拉开对方寻找时机 突然杀追身球打击对方 接发球 用高远球压对方正守备 再用高远球压住对方反守备 最后杀中路得分 接发球 接发球 用高远球压对方正守备 搓短球到对方正守往前 杀追身球 杀追身球得分 杀追身球得分